窗外是火光闪耀,重兵已经是点燃了两间草房,又有两名兵丁高举着火把来烧杨家的屋檐,口中大叫着 郭孝天,杨铁心两个反贼再不出来,就把牛家村烧成白地 杨铁心是怒气填膺,开门走了出去,大声喝道 我就是杨铁心,你们干什么 那两名兵丁吓了一跳,丢下了火把,转身退开了 火光中一名武官拍马走近 好,你是杨铁心,跟我们去见官,拿下来 四五名兵丁两旁涌上,杨铁心倒转过枪来,一招白红惊天 把三名兵丁是扫倒在地,又一招春雷震怒 枪饼挑起了一兵,灌入了人群 要拿人,先得说说我犯了何罪 大胆反贼,竟敢拘捕 齐在马上的那名武官口中叫骂着,但是他也畏惧对方无勇,不敢逼近 他身后的一名武官叫道 好好地跟老爷去过堂,免得加重罪名,有公文在此 拿来我看,还有一名郭姓犯人吗 郭孝天这时从窗口探出了半个身子,弯弓大剑 郭孝天在此 箭头对准了那名武官 那武官心头发毛,只觉得背脊骨上一阵阵的凉气 你把箭放下来,我读公文给你们听 快读 说着把公扯得更满了 那武官无奈,拿起了公文,大声读道 林安甫,牛家村,村民郭孝天,良铁心二犯 勾结巨寇,图谋不轨 捉急拿问,严审法办 郭孝天贺问 什么衙门的公文 是林安甫尹大人的首日 郭阳二人都是一惊 心想啊,什么事这么厉害啊 难道邱道长杀死官差的事发了 谁的首告,什么凭据 我们只管拿人,你们到府堂上自己去便 杨铁心叫道 林安甫尘害无辜好人,谁不知道 我们可不上这个当 说着也是弯弓搭剑,剑尖对准了另一名武官 领队的武官叫道 抗命拒捕,罪家一等 杨铁心转头对妻子说 你快多穿衣服,我夺他的马给你 我先射到那名武官,兵足自然乱了 说吧,松手放弦 这弦声响触,剑发流星 正中那名武官的胸膛 那武官呃呦一声,撞下马来 中兵丁是齐声发喊 另外一名武官叫道 拿反贼啊 中兵丁是纷纷冲了过来 郭阳二人是剑如连珠 转瞬间便射倒了六七名丁丁 但是官兵势重 在武官的都帅下冲到两家的门前 杨铁心大喝一声 急冲出门,铁枪抡起 官兵是惊呼倒推 他纵到了一个骑白马的武官身旁 挺枪刺过去 那武官是举枪挡架 杨家枪法是变化灵动啊 杨铁心枪杆下沉,那武官腿上给刺着了 他举枪挑起来,那武官一个筋都翻下了马去 杨铁心枪杆往地下一撑 飞身跃上了马背 双腿立甲 那马一声长嘶 在火光之中向屋门口搬过去 杨铁心又挺枪 刺到了门旁的一名兵丁 俯身身臂 把包希若抱上了马背 随后高声叫道 大哥,跟我来 郭孝天舞动着双脊 保护着妻子李平 在人从中冲杀出来 众官兵见二人势头凶猛 拦阻不住 是纷纷放箭 杨铁心纵马奔到了李平身旁 叫道 大嫂,快上马来 说着一跃下了马 李平急忙叫道 使不得 杨铁心哪里管他 是一把将他拦腰抱起来 也放上了马背 义兄弟两人跟在马后 是且战且走 落荒而逃 走了不多时啊 突然前面又喊声大作 又是一标军马冲杀过来 郭阳二人暗暗叫苦啊 想再要寻路奔逃 前面的羽箭已是嗖嗖的射来 包熙若叫了一声 哎呀 那匹坐骑 重箭跪在了地上 把马背上两个女人都抛下马来 杨铁心喊了一声 大哥你保护着他们 我再去抢马 说完了 提枪往人从当中杀了过去 十余名官兵排成了一列 手挺长矛 对准了杨铁心 齐声呐喊 郭啸天眼见着官兵势大 心想啊 凭我兄弟二人逃命自是不难 但是前后有敌 妻子是无论如何也救不出去了 我们又没办法 与其白白的在这送命 不如就跟他们上临安府去分辨一下 上次秋处姬老道杀了官兵和金兵 也没放走了一个死无对证 这亮官府也不能定我们的罪 再说了 那些官差金兵们 又不是我们兄弟俩杀的 他纵声叫道 兄弟 别杀了 咱们就跟他们去 杨铁心这么一呆 拖着枪回来了 带队的军官下令停舰 命兵士们四下围住 叫道 抛下兵器弓箭 让你们不死 杨铁心说 大哥 别中了他们的奸计 郭孝天摇了摇头 把双脊往地下一扔 杨铁心见爱妻吓得是花容失色 心下不忍 他叹了口气 也把铁枪和弓箭抛在了地上 郭阳二人的兵器刚一离手 十余只长矛 就立刻刺到了四人的身旁 八名兵士走了过来 两人服侍一个 将他们四个人反手绑住 杨铁心黑黑的冷笑 昂头不理 带队的军官走到了跟前 举起马鞭 啪 就是一下子 打在了杨铁心的脸上 大胆反贼 你不怕死吧 就这一鞭子 打的杨铁心是刺额头到脖颈 长长的一条血痕 杨铁心是怒怒而逝 好 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军官是怒气更胜了 鞭子是如雨而下 老爷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老爷行断 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天德 你记住了吗 你到阎王爷那儿去高壮去 杨铁心是毫不退避 双眼圆针是凝视着段天德 段天德又喝道 老爷头上有刀疤 脸上有青稽 你给我记住了 说着他又是一鞭子 包夕若见丈夫如此受苦 他哭着叫道 他是好人 又没做坏事 你干嘛要这样打人 你怎么不讲道理 杨铁心一张嘴 呸的一声 吐在了段天德的脸上 段天德大怒 拔出了腰刀 哎呀 挖 老爷先毙了你这烦灾 说着举刀 搂头 砍了下来 杨铁心向旁边闪过 旁边有两名兵士 挺长矛向前 抵住了他的两肋 段天德又是一刀 杨铁心这一下无处可避 只好向后急缩 那段天德也倒真有几分武功 一刀没中随即向前一送 他使的是一柄锯齿刀 这一下子便在杨铁心的左肩上锯了一道口子 接着第二刀又劈了下来 国孝天见异地性命危殆 忽然拔身纵起 飞脚往段天德的面门上踢过去 段天德吃了一惊 收刀招架 国孝天虽然是双手背负 腿上功夫 仍然是颇了得 身子未落 左足收转 右足飞出 正好踹在了段天德的腰里边 段天德剧痛之下 是怒不可遏 乱枪戳死了 上头吩咐 反贼逃入拒捕 哥杀无论 重兵丁是举毛其次 郭孝天接连提倒两个 可终于是双手背负 转动不灵敏 身子闪臂长矛 段天德自后边赶上 手起刀落 把郭孝天的一条右臂绑 斜斜的给砍了下来 杨铁心正在用力挣了双手 急切之下无法脱付 突然见义兄重伤倒地 他心中急痛之下 忽然身上伸出了一股巨力 大喝了一声 声索崩断 挥拳打倒了一名兵士 抢过了一柄长矛 展开了杨家枪法 这时候一夫拼命是万夫莫党 长矛起处 顿时挫翻了两名官兵 段天德见势头不好 先自退了开来 杨铁心这时候一切都豁出去了 东挑西打 顷刻之间又搓死了庶民 众官兵见他凶猛 跟疯了一样 心下都有些怯了 发一声喊 四下逃散 杨铁心也不追赶 扶起了义兄 见他断臂处是血流如泉涌 全身成了个血人 不禁垂下泪来 郭啸天咬紧了牙关 兄弟 别怪我 快 快走 杨铁心摇了摇头 我去抢马 拼死 也把你救了车去 不 别 郭啸天急痛之下 晕了过去 杨铁心脱下了衣服 要给他裹伤 但是段天德这一刀 把他是连肩带凶的 给砍了下来 窗口站了半个身子 竟是无法包脏 片刻 郭啸天又悠悠地醒了过来 兄弟 别管我 快 快走 我 我不成了 说着 是弃绝而死 杨铁心跟他是情欲骨肉 见他惨死是满腔悲愤 脑海中一闪 便想到了两人结议的时候 那句誓言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抬头四望 见自己妻子跟郭大嫂 在混乱当中都已不知去向 他大声叫喊 大哥 我去给你报仇 说 挺长矛 向那官兵队里边冲去 官兵这个时候又已列成了队伍 段天德正下传号令 剑如飞黄一般射过来 杨铁心是魂不在意 波箭急冲 一名武官是手舞大刀 当头猛砍 杨铁心身子突然一矮 钻到了马腹之下 那武官一刀砍空 正带回马 后心已被长矛刺进 杨铁心抛开了尸手 跳上马背 舞动长矛 众官兵哪敢接战呢 四下奔逃 杨铁心赶了一阵子 只见一名武官抱着一个女子 骑在马上急驰 杨铁心飞身下马 横毛杆 打倒了一名兵士 在他手中抢过了弓箭 火光当中看准了那名武官的坐骑 一箭射了过去 正中马臀 那匹马后腿一撅 马上两个人滚落下来 杨铁心再是一箭射死了那名武官 抢了过去 只见那女子在地下挣扎着坐起身来 正是自己的妻子 包锡若乍见丈夫 又惊又喜 扑到他怀里 杨铁心急问 大嫂呢 在前面 给官兵捉去了 好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救他 包锡若惊叫 后面又有官兵追上来了 杨铁心回过头来 只见一队官兵 举着火把赶过来 杨铁心咬牙说道 大哥已死 我无论如何也要救大嫂出来 包全郭家骨肉 天可怜见 你我将来 还有再相见之日 包锡若紧紧搂住丈夫的脖子 死不放手 咱们永远不能分离 你说过的 咱们要死也死在一起 你说过 杨铁心心中一酸 抱住妻子亲了亲 硬气心肠 拉脱了他的双手 挺毛 往前脊椎 奔出了数十步 回头一望 只见妻子哭倒在尘埃之中 后面的官兵 已经赶到了他的身旁 杨铁心身袖子 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 汗水和血水 把生死置之度外 身当此时 已就一扫为先 赶了一阵子 又夺了一匹马 抓住一名官兵贺问 得知李氏啊 正在前面 他纵马急迟 忽听得道旁树林中 有个女人正在大声叫嚷 他急忙兜转马头 冲入了树林 只见李氏 双手已经正开了绳子 正在跟两名兵士 撕打呢 这李氏啊 是农家女子 身的健壮 虽然不会武艺 但拼命满打 也是有一股刚勇 那两名兵士又笑又骂 一时却奈何他不得 杨铁心更不搭话 冲上前去一枪一个 搓死了两个兵 把李氏扶上了坐骑 二人同乘 回马再去寻找自己的妻子 杨铁心奔到了刚才 跟包氏分手的地方 却已是没了人了 这时候天色威明 他下马查看 只见地上马蹄印杂踏 还有人身脱拽的痕迹 想是妻子又被官兵给掳了去 杨铁心急跃上马 双足在马腹上乱踢 那马受痛是腾身飞驰 赶得正急切间 忽然到旁有号角声响 冲出了十余名黑衣武士 当先一个人 举起狼牙棒 往他头顶猛砸了下来 杨铁心举毛隔开 还了一毛 对方那个人 挥棒横扫 棒法奇特 好像并非是中原武术的家属 杨铁心 以前跟郭孝天谈论武艺 知道当年 梁山坡好汉当中 有一位霹雳火勤名 狼牙棒法是天下无双 但是除了他之外 武林豪杰当中 会使这路兵刃的向来极少 因为这狼牙棒啊 分量沉重 要不是有天生极大的履历 也不易运转自如 只有金兵的将官 却非常喜欢使用此路兵器 因为金人呢 生长在辽东苦寒之地 身强力大 兵刃沉重的 则在镇上会多占点便宜 这时候 杨铁心跟那屎狼牙棒的 斗了数个回合 越来越心仪 瞧这人棒法招数 明明是金兵的将官 怎么忽然在此地现身呢 又打了数个回合 他枪招加快 挺谋 把那人刺在马下 其余的众人大惊 发喊逃散 杨铁心转过头去 看齐在身后的李氏 要瞧他在战斗之中 有没有受伤 突然间 树丛当中射出一支冷剑 杨铁心不及闪避 这一剑是直重后心 李氏大惊 说说 剑 剑 杨铁心心中一凉 不料我今日死在这里 但死前得把贼兵杀散 好让大嫂逃生 他挺毛狂乎 直往那人多的地方冲了过去 背上剑伤剧痛 突然眼前漆黑 昏晕在马背之上 回过头来 咱们再说这包希若 当时被丈夫杨铁心给推开来 心中是痛如刀割呀 转眼间官兵就追了上来 想要躲闪 早被几名官兵 一下子给拥到了一批坐骑之上 一个五官举起了火把 向他脸上仔细地打亮了一下 点点头 嗯 是他 瞧不出那两个蛮子倒是有点本事 伤了咱们不少兄弟 另一名五官笑了 哈哈 现在总算大功告成了 这趟辛苦 每人总有十几辆银子赏赐吧 哼 只盼上头少苛扣些啊 那五官转过头又对号手说 守对吧 号兵举起了号角 呜呜地吹了起来 包西若是吞声隐气 心中只是挂念着丈夫 不知道他性命如何 这个时候天色已明 路上渐渐有了行人了 百姓见到官兵队伍都远远地躲开 包西若起初还担心这些当兵的会对他无礼 哪知道众官兵居然对他言谈举止间还颇为客气 他这才稍稍地放心 靠近 感谢观看